對香港來說,一個很根本的結構性矛盾在哪裏呢 第一,泛民在社會的支持,或者選票大底上的支持 可以說他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主流力 我就當他一半支持 從任何的特區政府都不可能不去兩邊都要回應他們的訴求 你不可以只側在某一邊,這是客觀的現實 否則特區的管治就不穩定 泛民如何帶來希望呢 如果你把所有問題歸咎於政制 但政制又不能寸進 因為你拿著三分之一的否決票 這個否決票呢 三分之一的否決票最大的作用是否否決 否決就沒有進步 否決權就令到你可以談判 所以你最終要爭取談判 而不是說我沒有談判 我就是要拿100分 你不拿100分我就沒有談判 不是這樣 如果你不敢談判的時候 你的否決權是不適用的 用不了的 用不了就等於說我們便原理立步 客觀上是原理立步 但原理立步便沒有希望 政制沒有一部抗戰空間 所以你唯有每一次都能夠靠悲情 但悲情不可以每次選舉都是悲情 即是選民都希望 有些希望 你帶我去希望 如果法民有執政又有希望 我執政會帶來很多改變 但現實上不發生 你希望不是說我現在主張要民主 這不是希望 希望就是我怎樣帶你去民主 在現實上 現在就是這樣 我怎樣能夠逐步逐步幫你去到一個更開放的政制 或者一個普選成份越來越多 甚至全面普選的政制 那這個行動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說帶來希望 就要說這件事 你有準備 如果你說原來最大的障礙就是在北京那裏 那你泛民怎樣能夠憑著社會上對你的支持 你又和北京有實實在在的商討談判 從而得出的結果呢 現實上 政改是要過香港和內地兩關的 即是中央不肯 他就有一條線 他都說了831 就說了很清楚 那裏最關鍵 其實就是 他有個提名機制 你可以說 北京 對提名機制很重視 因為他要做到 提名出來的人 他放心 他放心之後 你當香港人再選出來誰 他都會委任 他就不需要說你選出來才不委任 所以他是一個提名 他要放心 我就覺得 一國兩制本身 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藝術來的 的確是有個 我不會說創造性模糊 但的確是一個 將相當多的矛盾 怎樣好好地去創造性協調起來 即是一個考協調 是一個Smart的compromise 考協調 因為原來兩制真的有很多矛盾 怎樣能夠在香港裏面 又能夠協調到 而在整個國家體制 又說得通 這裏真的要考驗創意 還有這就是藝術 水清無魚 拉直了就沒有空間 空間就是由於你不直才是空間 直是沒有空間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創造多些空間 彈性 以令到很多事情容易做得好 這就是考驗政治的拿捏 和政治的智慧